MV 我幫您吵架 如果我幫您吵架 我幫您吵架 透過一個非人類的聲音 去表現出一個非常迷人吸引人的機械音色表演 TALKBOX 可參考影音文獻內的起源 年份是1940年開始有這樣的東西 在1980年的Zapper & Roger這個Funk團體 個人認為是最發揚光大TALKBOX的元素 所以我們現在TALKBOX的呈現方式 首先我們這邊有樂器電子琴 然後發出一個聲音 那這個聲音透過我們的線路 然後進入到我們的TALKBOX Input進去 TALKBOX裡面本身它就是一個很一般的喇叭 然後這個喇叭一定是要存在一個密閉的盒子裡面 那這個TALKBOX就會從聲音 從這個水管出來 最後走到我的這個水管出口 那這個聲音進入到我的嘴巴 不是由我的喉嚨來發出聲音 而是由管子的聲音透過我的嘴型變化 最後顯示出一個像機器人的唱歌 或是說話的效果 TALKBOX的演唱技巧呢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我們管子的部位 要把它咬在我們的舊尺 然後放在嘴巴的側面 然後呢 再來我們的管子 你不可以把它咬得太扁 然後我們要讓它有一個空隙 讓聲音可以從管子裡面傳出來 在我們唱TALKBOX的時候 一定要用更誇張 比平常還要誇張的嘴型 來表演 否則 觀眾和聽眾都是沒有辦法知道你在唱什麼喔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呢 我們在演唱的時候難免會有口水 那這個口水其實並不會流到管子裡面 而是會從我們的嘴角露出來 所以我們在演唱完一句 到下一句的中間這個空檔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一邊調整我們水管的位置 一邊就可以把口水趕快吞下去 以便於我進行下一句的演唱 那在這邊也推薦三首歌曲 然後裡面都含有 豐富的TALKBOX的元素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聽聽看 第一首歌呢 是Bruno Mars的24K Magic 然後第二首歌的話是Tupac還有Dr. Dre的CALIFORNIA LOVE 第一首歌呢 是由Justin Bieber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To You ожет金星女你喜歡本音樂的歌 誰活著這個意思 是因為這首歌的存 microbes 成名 야